9月27日,效力于爵士队的NBA球星戈贝尔语出惊人,在接受采访时,被问到杜兰特和考心思加盟勇士的方式,戈贝尔给出了公开的炮空,两米16巨人公开炮空杜兰特考心思,走劫进夺冠,不如花钱买个戒决技。 2016年杜兰特加入总冠军勇士队,帮助勇士重新击败了骑士夺冠后,在这个夏天,全明星巨星考心思居然已取取530万美元的合同加盟勇士队,目的就是为了躺冠。 对此,两米十柔的决志中风戈贝尔赤字一笔,他在今天接受采访时说,相比走捷径,我更愿意走艰难的道路,我要追求的并不是结果。 还有过程,我认为这不是拿一枚戒指那么简单,如果我单纯的只是为了要一枚戒指,去珠宝店买一个难道不行? 相对于此前CJ·麦克勒姆和杜德利对于考心思以及杜兰特的炮空和讽刺,显然,戈贝尔这次给出的炮空是最为有理有据最为猛烈的。 他将出了征冠最大的意义在于过程,只有当你和兄弟们一起联手,不断为征冠付出努力,最终创造奇迹的那一刻,你才能充分享受到夺冠的喜悦。 否则即便是你加入到了勇士这样的冠军球队,随队一起谈冠,在短暂的激情过后,等待你的人将是无间的寂寞。